非常感恩大家今天有机会来到美国Sandymas园区 今天是4月8号世界地球日 也是此季农夫市集一日 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世界公民 大家好我是Joji 今天我们园艺市集有带来一些像这个日本小王瓜 这个有刺的这个 它都长得很好了 这是还有这个活手瓜 这是我们摘龙溪菜的 那这边有苹果苦瓜 白韵苦瓜 然后小王瓜有 日本小王瓜 这是有刺的 有这个没有刺的齿鸭韬 然后这个 三种大中小的番茄 像草莓番茄 圣鱼 小小的 那这个是二斤条 辣椒跟胡兰金香辣椒 那这边是白丝瓜 白丝瓜 这是胡瓜 胡瓜 那这边是台湾的中型的丝瓜 那这边有米桶瓜 有苹果丝瓜 这是各种不同品种的瓜苗 还有这个是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火龙果架 这是一套一套的 那这边有一些种植土 一大早就被拿得差不多了 种植土 还有一些各种大大小小的种植桶 从25加轮20 15加轮7加轮 这个是10加轮 宽口了到5加轮2加轮 还有这种垫在盆子下面的那个水盘 那我们下一次市集是4月15号在Arcadia的佳音社 在早上9点到下午1点 一样有讲座有四集 大家好我是花哥许西山老师 今天很高兴来到池记 Sandimus的池记的总部 我们今天有30几个摊位在这里 那我今天也是把这个小摊位在这里 带一些比较特殊的 例如说秋葵 刚刚已经卖完的小黄瓜苗 还有这个很厉害的哦 这个是绿苦瓜 三颗绿苦瓜 真的是服务重人 是番茄 番茄就是说 提到准备好擦好的棍子 有大番茄 这叫牛番茄 这是中番茄 这种产量高 这个长得很漂亮 大番茄 然后它带一些骨粉鱼骨粉 一些厨房的用具 反正零零碎碎 都是好康分享 那这个是美国超级大又黑又甜的葡萄苗 这个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种的美国甜蜜 现在去超市买一根玉米都要69剩多少钱 我们这三块钱三颗可以长出 两块钱而已 两块钱可以长出十个玉米来 所以自己种玉米 鼓励大家 龙须菜也是我们在园艺 园艺讲座里面讲了三四年 鼓励大家要种龙须菜 就是用活手瓜花苗 吃这龙须菜的嫩芽 那今天还从Riversite 请别人帮我昨天摘的一些橘子 叫新鲜的橘子 哦这个是又甜又好 但是也是季节最后的橘子 又甜又好吃的 Washington Nabal橘子 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 黄地鼠的植物就这个 这个种下去 家里有地鼠的朋友 家里面种一两颗这个以后 过了一阵子 家里的地鼠都不来 因为它里面有些地鼠吃了会拉肚子 生病 所以地鼠就跑掉了 所以家里有地鼠朋友可以试试种这个黄地鼠的植物 这个是建兰 这个建兰 这个建兰花哥很少带花来 就发现我家忽然长出这一棵蛮漂亮 就带建兰来分享 你看它旁边有长出一棵 这再过一阵子花不好会跟得出来 这个叫建兰 我从小在台湾在家里面我就种这个建兰 蛮漂亮的 这个不是很贵的植物 但是家里春天到了 这个开花也蛮赏心悦目的 还有朋友带些桂花枝条来 上次在美心这个视频我们都讲桂花叉枝 这些有朋友拿来要让人家练习叉枝用的桂花 桂花可以叉枝可以试试看 还有这些夏威夷花 夏威夷花也是可以叉枝 很多人家里种的很多很漂亮 但是春天到来修枝一下 剪下的枝条都可以擦枝 那这经过两三个月后 长根夏天就会开花 所以夏威夷花可以自己去朋友家要免费的擦枝 或者去大卖场也不是很贵 这一盆大概是十块二十块左右 不是很贵的 但是很漂亮 可以生很多年 好的 那这些是谷粉 谷粉是种果树 特别需要 重点就是要看这个零 蛋回零回甲回 零回的成分很多 这就是帮助果树开花结果 所以种果树或者种番茄 种火龙果的人 放点谷粉 它的水果就觉得很棒 所以谷粉这个钱值得花 因为谷粉用量不大 但是开花结果当中 你用谷粉就会长得好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快乐的小燕子 我们今天又很高兴在这里 有举办农夫集市 那我们家把家里的宝贝都带来了 我这里有一些特别的苗 有丝瓜苗 苦瓜苗 黄瓜苗 人参果苗 草莓苗 辣椒苗 西兰花菜苗 还有玉米苗 还有冰菜苗 还有奶油 奶油黄瓜苗 还有鼎花带刺的黄瓜苗 我这黄瓜就有几个品种 不同的品种 我还有那个特别的神奇鱼肥 这个不是鱼骨粉 也不是鱼肥 全鱼肥 它是一个鱼绒肥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鱼肥当中 最高端的一种鱼肥叫鱼绒肥 那还有那个花生 还有紫衣花生 还有芭蜡套袋 那里面还有一些 绣球花 有些绣球花 有龙眼树 还有黑珍珠莲雾树 还有是桂花 还有是龙眼树 糯米池的龙眼树 还有是 这个莲雾树 好了 芭蜡树 那个还有一些黑马兰头 还有一些番茄紫苏 我的番茄品种有很多的品种 有黑的番茄 有什么番茄都有 这韭菜 哇 这韭菜好得不得了 割了韭菜以后就要撕肥 撕肥盖土 它就会长得很好 韭菜种一次可以吃好几年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玩啊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老李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个西有的杜鹃花 看到没有 这个是西有杜丹花 这个叶子很硬啊 非常硬的 不是软软的 这个是西有品种的 这个品种叫什么名字呢 我一时忘了 我种花以来 第一次看到 有这么奇特的杜鹃花 杜鹃花 那个花苞 它一个花苞可以开那么多 好像绣球花一样啊 这个是个品种非常少的 它种的原则就是说 不要太湿 你差不多 夏天当然是每一天要浇一点水 一般从十月 到了第二年差不多 二月三月啊 像现在三月 下雨之后 十天不要浇水 杜鹃花最怕烂根 什么原因 就是又冷 又土又湿 它就活不了了 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这个大的琵琶 这个琵琶 叶子非常大 它接的也是很大很大的这个 这是琵琶的一种好品种 另外呢 还跟各位介绍一个 介绍一个 这个是天堂鸟 这个天堂鸟 你们看到没有 这个天堂鸟 很漂亮 这个天堂鸟呢 我跟各位讲 你们在游泳池 或者游池旁边 想种花 种树 你种这个天堂鸟 它的叶子 可以活一两年 它要枯萎的时候 这叶子不会掉到地上 你必须要用剪刀剪了以后 才能够 才能够这个 才能够拿出来 才把那个 这个天堂鸟 而且它会长得很高 很漂亮 它每一年底下会长新芽 如果说你要它长得高 长得漂亮的 有时候新芽 不要留下来 剪掉 让它从中间一颗 这个天堂鸟 好好的长 好好的长 花不漂亮 花是蛋白色的 但是叶子是美得不得了 种在鱼池跟游泳池旁边都好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竹子 这个竹子是 你看到没有 这个竹子杆啊 它的枝是黑色的 黑色的 我们华人很喜欢种种 有黑色的种 或者带线条的 这个竹子 有的是什么 金丝竹啊什么的 这个竹子叶子尤其特殊 你看它 细细的 它不扎人 它叶子不扎人 软软的 可是它可以长很高 也可以长到差不多七八尺那么高 这个我才种了 种了差不多一年多 种了一年多 这是 blueberry 蓝莓 蓝莓 这个蓝莓大家都晓得的 都知道了 它是开花开的很多 然后会接很多蓝莓 很好玩 稀有植物 这个叫鹿角绝啊 鹿角绝 它是伴日荫的一个植物 它不能晒大太阳 如果要放在这个大太阳地方晒的话 你每一天早晚都得浇水 还有呢 你可以这个养在什么地方最好 你家里如果有大树 有大树有枝条 横出来的枝条 你把它挂在上面 它可以长多大 它可以长这个大的 像这个将近二十倍那么大 这个长了多久 这个已经长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那个要长到大的可以长到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这个鹿角绝 这也是好看的植物 也是一个很好养的植物 不太深入 大家好 我是兰花伊法李灵华 今天带来了大花会兰 也称虎头兰 然后呢 有带了台湾的各种不同的加德利亚兰 很多种不同的品种在这边 另外呢 还有一年365天都在开花的 EPI树兰 美洲石虎兰 然后这边呢 还有海鱼 于国金老师种的海鱼花 还有水晶芭乐 台湾人最爱吃的芭乐 果树 OK 今天难得来参加这个盛会 然后呢 这里就是特别介绍是 兰花专用的肥料 因为每一个月呢 上一次肥料是必要的 像你的花呢 才能维持漂亮丰厚 然后更特别的是 这边有花椒种子 还有来自天堂的水果 木鳖果 为什么叫木鳖果 因为长的 它的种子就是长得像一个小鳖一样 可爱的 OK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于国庆老师 我实际上今天 我都是这个水晶拔蜡 只剩下两棵 然后那个海域也好几棵 都是有开花的 那今天很高兴 跟很多园艺的朋友 在这边见面 然后这里的风景 大家好 我是菜科 今天带的是草木灰 今天这个很好用 这个甲肥 甲肥的话 固根 那可以让果子甜 果子大 然后你开花的时候 就撒甲肥的话 你的果子会不会容易掉果 这个是零肥 这个是商业用途的零肥 如果你种花种菜 老是不开花 老是不结果 你就用这个商业零肥 它保证让你开花 那它这是特效的 那一般 你在外面那种零肥 你买这种三颗肥 就666 10 10 15 15 15 那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零 4 5 零 它是45的零肥 它等于是一般的零肥的三倍强效 那这边有钙肥 那这个是让你的果子 你的树的枝条 就很像你用鸡蛋壳打成粉 这个是钙肥 这钙肥的话 让你的枝条树叶果子强壮 你只要抓一小把 撒在你的树的周围 那它枝条会很强壮 就很像你用磨的那个鸡蛋粉用 但有时候你没有时间做鸡蛋粉 你就直接买这种强力的商业用的钙肥 这边我们今天卖的是彩色鸡蛋 是我们家有好几种鸡 生出来的不同的颜色的蛋 那都是有机的 那都是吃水果长大的 因为我们有400多克果酥 所以很多水果给他们吃 那蛋绝对是很好吃的 尤其那个蛋黄 很香 今天我们有一只大恐龙 来到我们的园区 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要考虑到早期 我们整个地球的园区 那这样从这样子的源起来思考 现阶段地球 地水火风 气候变迁 这么多的灾难的产生 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世界公民 公民都有参与的机会 正言上人说 敬天爱地聚福源 这个敬天爱地 就是我们要去守护我们的家园 从日常生活来带动 今天非常感恩大家有机会 来到我们的园区 可以从各种种树 种菜的达人 以及手工艺品 织布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更重要的 还有很多很多 二手一 还有带领大家怎么做健康操 二手一 还有年轻人 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所有的活动 都是由我们未来地球的主人翁 应该讲现在地球的主人翁 他们一直来筹划 那由他们的筹划 他们的声音 来跟大家分享 世界地球公民 是没有年龄 没有族裔 没有种别的差异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守护我们的家园 让我们的家园更美好 更健康 更完整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投入 都可以有机会学习成长 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家园